前几日,王祖兰在玉亚娜排脱九周年的纪念日上,分享了令人激动的好消息,两人终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,一个可爱的小生命,人生又有几个九年呢? 这个小朋友可真是让人好等呀,玉亚娜随后拍摄出了自己的B超长,B超里的宝宝看起来还挺小的,所以玉亚娜怀孕的月份并不大,公开了怀孕的喜炫以后,玉亚娜终于可以大方的和大家分享,自己院期里幸福的点点滴滴了。 比如开设的暖男厨房,熬制各种一样的烫给玉亚娜喝,通过暖男两个字可以推测下厨的可能是王祖兰吧,就连王祖兰的侄女和玉亚娜一起走路都是扶着她的,玉亚娜开心的表示,侄女把她照顾得非常好。 除了这些,玉亚娜还分享了和钟嘉欣的童矿照,正好钟嘉欣也在怀二胎,所以两个孕妇对着彼此的孕度,聊得十分投机。 钟嘉欣已经有一个女儿了,现在肚子又怀了一个儿子,所以她向玉亚娜分享了许多怀孕的经验,并且还陪着她散步,十分温馨。 王祖兰今年38岁,正如邓超所说的那样,都能称得上是老来的子了。 李亚娜今年34岁,应该还算年轻,但是相比于大多数生第一胎的普通怀孕母亲,她的年龄有些偏大了,李亚娜25岁恋爱,34岁才怀孕,这个期待已久的宝宝,一定让她格外兴奋。 7月19日,李亚娜再次大方的杀出了自己的孕度,她称和闺蜜一起经历怀孕,十一,见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。 照片中两人互相摸着对方的孕度,相视而笑,李亚娜还笑出了甜甜的酒窝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,她内心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 同时我们看到纵使李亚娜在家吃了很多的营养粥,她的脸上,手臂以及双腿依然十分纤细修长,就说你献不献梦吧。 怀孕后的李亚娜显然没有化妆,但是素颜也好美,即使放肆的大小,颜值依然好高,颜角没有一丝皱纹,周周甚至觉得这样的李亚娜变得更有韵味。 更加漂亮了,李亚娜还坚持做慈善,今天她刷出了一些自己的照片,看样子她还说书了呢? 是一本食谱,李亚娜似乎正在为大家签名,她还表示所有的资金都将捐赠给免费午餐素食餐厅,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了。 李亚娜能嫁给王祖兰,这样幽默搞笑的老公是她的幸运,但是王祖兰能娶到这样高挑俏亮又善良的李亚娜,又何尝不是王祖兰的福气呢? 李亚娜